25% 三屏球四头零重 那么对方是60%的三屏球 五头三重 三屏会来科比上场 斯科拉上场 斯科拉 对但是打到目前为止 科比只得了两分 开始进攻打的最好的是阿里扎 加索 另外是半纳米 最少 布鲁克斯的赶防已经到了这七场以来 最为凶猛的一次 还是不重 内线已经横人堆了 你根本看不见狼猛在 只能凭着手感狼猛投 因为你外线没有命中 所以即使你 即使你 马上投进一到两个 我还是有收缩的空间 刚才投完那个又跌破25%了 就是刚才再投一个 刚才这球打进了 你看这个收缩 太难了 科比 科比上的来一三分 在巴底的干扰之下 投了一个三不沾 还在跟克劳福特较劲 科比掩护 终于找到手感 终于找到手感 不知道能不能延续 咱们一起往下看 五投一中 20%的命中率 阿菜现在换防到奥特姆这边 漂亮 奥特姆的移动速度比阿菜快 所以现在胡人队也不是靠柯比在打 它是靠胡人队整个其他的这个别人队 斯科拉 给到阿泰这边 哎呦 哎呦 这个要打起来了 好在双方都很空 前六场都出了那么多事 但是这个好像是柯比在防守中第一次主动做这么大的游戏 你再看一遍 顶 然后打 然后这胳膊 阿泰也是看着他胳膊过来你看 夹着他的胳膊一锁 布鲁克斯直接传到拜达姆怀里 布鲁克斯在内线传这个 所以他没法给阳明传球就是这一点 他突进去之后他没法传球 好球 这边是柯比 即使在巴底已经遮到面部的情况下还是面部 他总是在不看南部情况下 现在关键是火箭队谁是能够打破僵局的这个德奔手 我们上一场比赛是斯科拉 是吧 斯科拉的带动 那现在是谁 险些丢掉 再给斯科拉 还是不中 今天进攻真是出问题出太多了 这就是火箭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进攻打不中 南马球拿不下来让对方全场给我打速度 我今天原来希望的是我半场给你打 用这个小布的速度给你打半场速度 结果小布的今天是 对对方是 紧紧的就是合围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还是要说一句 就是 即便这样 布鲁克斯在 所谓的二十年级升当中 他已经做得很 做得很好 你不当然指望他 场场都做得那么稳定 对 你这个时候再反复来想 这是一个只打了两年级的球员 而且和他对位的人相比 要经验没经验 要身高没身高 要力量还没力 他已经是 就是看到他的潜力 看到他的潜力 现在双方差十八分 哦 这球进倒是进了 但是难度是真高 但你这么零打碎敲啊 你这真是正规军碰上游击队了 现在是阿泰来限制可比 来限 高举摇打 这就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可能又有很多人会怀念妖鸣或者是沐冲博 你一定要认识篮球的基础 篮球的基础就是以速度为基础 但是在投中之后的退防当中似乎胡人又有犯规 我们看这次完全是高举高打 对今天胡人队你看他的每一个队员做的这个都很这个准备都很到位 这胳膊 布鲁克斯可顶不住这一下 但是布鲁克斯这个表现有点像当年的伯特曼 跟马龙颤抖 这重量机可不一样啊 重量机不一样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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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